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新心靈學堂 Wellness Talk的第一次Live 我是Joanne 這個是Grace 首先讓Grace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我很期待今天的來臨 因為在網上 直播是一個新的挑戰 我很開心 我有Joanne這個好的夥伴 跟我一起接受這個挑戰 以及一起進步 很多朋友認識我的都知道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 很安於現狀的人 所以因為我經常都會在想 究竟我的 人生意義是什麼 我現在的生活 以及我的工作 是不是我想要的呢 我的工作 究竟能不能為我帶來我想要的生活呢 因為這裡有種種的想法 所以令到我 充滿一個很有危機感的一個人 而且 我也隨時都準備好 跳出自己舒適圈的膽量 所以在來加拿大之前 其實我本身都是擁有一個高身 長縫的一個職業 但我知道了 我想要的 以及我將來 所要得到的 不只是那麼少 所以我偶然放棄了我的工作 來到加拿大 重新開始 直到今天為止 其實我很感恩了自己 做出這個選擇 因為我現在的事業 是為我獲得 財政 時間 以及健康的自由 我很希望在這裡的直播 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為大家帶來一些好的恩怨 好的 那Joanne 你的故事又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我都是像其他人一樣 一個很平凡的女人 跟其他媽媽都是一樣 有一份工作 照顧父母 小朋友 老公 但大約在2015年 那個時候 我的重心就轉移了在我家庭上 是因為當時我父母出現健康的問題 小朋友又小 那毫無選擇之下 我是決定了 放棄了我的全職工作 全職在家裡照顧家人和小朋友 那開始 頭一年 我都覺得 咦?沒什麼 其實照顧家人是很開心 還有可以放多時間去陪小朋友 但是慢慢覺得自己的心心靈失衡 沒有好好照顧好自己 開始覺得 在問自己 其實每一天 是否圍著家人而去轉呢? 究竟我追求的目標在哪裡呢? 我自己的定位呢? 有時候就經常在問自己 究竟我是否每天都要這樣去過呢? 我真的不甘心 但是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是否可以繼續出來工作呢? 但是我的時間是不能分配到去照顧家人 所以當時我知道我自己的情緒 或者心理問題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情況 所以當時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繼續這樣下去呢? 令到家人都帶來很多負能量 其實家庭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我全部 是我其中一部分 因為人其實不可以圍著別人而轉的 我當時就覺得 其實我需要作出一個改變 踏出我自己的第一步 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目標 創造更好的生活 所以當時我就去作出這個決定 也都很感恩 也都給了我機會 是建立了我自己的事業 令到我家裡 得到更加的健康的生活 時間的自由 和財富的自由 那現在呢 其實我覺得每一天都很開心 可以找到我自己的目標 每一天一起來都覺得充滿希望 也都很期待每一天 可以有什麼新的答案 可以創造更好的人生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 我的正能量可以帶給大家 在這個直播上更好的內容 正面的生活方式 希望大家有所得著 那直至下來呢 我讓Grace介紹一下 怎樣去我們這個 新生靈的學堂的起源 是怎樣了 好 多謝Joanne 聽完我們兩個的故事之後 都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一個人生充滿正能量 和充滿希望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麼我們其實為什麼 會有這個新生靈學堂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過去的一年 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疫情的影響 其實全球的人類 無論在財政收入 或新生靈上 都會在不同程度上 都會有所影響的 而剛才我們兩個公司 也知道了一件事 就是如果面對疫情的時候 心靈的強壯 和健康身體上的強壯 都是很需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直播 能夠為大家帶來一些 如何保持我們的身心 令到健康的小提示 以及我們也會告訴你們 其實追求財政和時間自由 一點都不是困難的事情 是會有一個步驟可以去做的 我們的內容其實是很豐富的 在這裡很難一一和你們說完 我們也很歡迎大家 如果對於某些題目 你覺得很想去知道 或者很想我們去探討一下 去說一下的話 你們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也會為了這些題目 開國的課題 現在我們就交給Joanne 去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的直播的形式 究竟是怎樣 謝謝Joanne 好啊 我先說之前 和其他朋友打個招呼 Hello Joan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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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nthia 大家先說個嗨 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 是的 大家可以在… Hello Frank 多謝你們的支持 在留言留言 可以留言 先說個嗨 大家多謝 那好吧 其實我們的形式 就是每個禮拜 加拿大時間 星期三的晚上九點鐘 香港的時間是星期四的 早上九點鐘 我希望在這裡可以帶給大家 更多更多的資料 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個優質的生活環境 生活和方式 其實我們就逢星期三在這裡 和大家見面 還有我們的題目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預告 我們會有個圖片 大家會留意到我們的圖片 會說些什麼 我們是可以分配 還有就是 剛剛 Grace 也說過 其實我們是會和大家 有一個很近距離的接觸 希望你們可以付出資料 我大概想有什麼題目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比如說 我今天禮拜想聽些什麼 你可以在我們留言的 我们也很期待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和大家分享 生活中有什么趣事和改善我们的生活等等 所以我们的名字是新心灵学堂 因为我们身心都需要一个健康休息的生活环境 还有就是题目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些健康的题目 或者有些美容的题目等等 但是记住留意着 因为每个题目都很特别 每个题目都很内容都很丰富 是的 Hello Annie 你好 多谢你的支持 谢谢 多谢你的支持 好 好了 那么 来到这里 其实今天是我们的开幕礼 希望大家就知道 我们来到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节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这个节目可以带到给大家 有一个更特别的生活环境 令到大家都可以 因为这个疫情 令到很多人都会觉得 要了解更多如何令到自己是可以 过得每天都这么充实 对吗 Grace 是的 因为我们都很值得留意着 我们的题目就是新心灵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疫情 我们就要健康 要做多些运动 吃健康些东西 其实不是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忽略了 其实心灵上的健康 尤其是无论疫情 有没有疫情也好 其实心灵的健康 加身体的健康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 我们每个星期留意一下 我们的文章 会说些什么题目 都是很有趣的 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 大家都可以在这些时间 吃完饭后 可以听到 真是很好的活动 在亚洲那边的朋友 可以上班时间 可以留意一下我们 听一下一些特别的提示 令到你的生活 都觉得有趣一点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也 对了 那个开放也是很简单 而又隆重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也都很感谢今天 准时进来我们Live的朋友仔 去听我们的开放 多谢你们的支持 而我们这个Live 往后都会在我们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每个群组 不过往后就会通知大家 我们的直播就会放上去的 所以到时候你们要加入我们的群组 那你就会有第一手资料 知道我们会有什么题目 和有什么不同 谢谢各位 是的 下一次的新心灵学堂 我们就会在下个星期三开始 到时我都会放个link 出来我们会有一个群组 那群组 其实我们就会贴心 更新更新的所有今天的资料 或者将会有的资料 可以帮助大家 更加了解生活方式 是可以过得有趣 以及丰富 好了,今天到这里 也都很感谢很多朋友 进来 大家先说个嗨 Hello Queenie 你好 Hello Hello Kim 刚才我还有见到很多 是吗? 我要看回前面 我们刚才 你睁眼没有注意到 是的 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那记住留意着 我们下个星期三 不要错过了 那我这里 多谢大家今天的支持 下个星期见 再见 拜拜 拜拜